Digital Radiography 數位X光像DR 有分成幾種像CR 還有Direct 這邊我們大概簡單講一下 上面這個叫Direct 非直接式的 下面叫直接式 非直接式的它是怎樣 X光打下去以後 它會先產生光 它會先產生光 然後再把光變成電 非直接式的 就是說X光打下來以後 它底下會產生光 再把光變成電 那直接式呢 就直接變成電 因為所有 這個液晶電池 它的電路呢都是 接收電的訊號 所以產生光呢 它也沒辦法接收 像這個呢 就是它的每一個畫素的 每一個畫素的構造 然後X光打下去 它上面 上面有一個轉換層 這個轉換層是什麼呢 CSI 這轉換層上面 錄的是點化色 它點化色呢 X光打下去 它會產生光 那產生光以後呢 它再把它導到 導到這個 Photodite 這個Photodite 也是有時候 也會讓它 要讓大家 了解一下 什麼叫Photodile 光二極體 Photod就是光 Dile就是二極體 光二極體呢 它就是把光 轉成電 光二極體 就是把光轉成電 那這個 直接式的呢 它度的是什麼 度emorphous selenium 就是非結晶的C 那X光打下去後 它直接就產生電荷 直接產生電荷 然後它就會被這個接收 直接產生電荷 就直接接收 這種叫直接式的 那這兩個呢 會有什麼差異 我們把直接跟非直接式的 來做一個介紹 這邊呢 我們首先了解一下 這三種 一個是底片 一個是底片 screen film 一個是非直接式的 那這個是direct 它上面度的材料 有什麼差異 我們來看一下 那底片呢 底片它度的材料 是鏽化眼 鏽化眼 一顆一顆的鏽化眼 那X光打下來以後 這鏽化眼就會發光 發光 然後就被底片接收 打下來會發光 被底片接收 但是光最強就在這裡 它旁邊也會有光 旁邊也會有光 因為光是發散的 所以底片呢 它的解析度也不是很好 因為這一點的影像呢 這邊也會有 這邊也會有 它是一個擴散的影像 不是一個單點的影像 那非直接式的 它度的是什麼 點化射 CSI 然後摻雜了一個坨 摻雜了一些坨 Thoria 然後它也是發光 發光的話 你會散開 那這個叫非結晶錫 Amorphous Selenium 非結晶錫 它X光打下來以後 它產生電 電也是會亂跑 但是因為它外面呢 沒有畫的是 它加了一個高壓電極 高壓電極會把電荷直接吸過來 所以它的影像呢 這一點的影像就是這樣 不會擴散 不會擴散 所以它的解析度很好 講到這裡呢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我們後面附的題目的第15題 那同學有反應說15題沒有答案 這個 這個是題目沒有講清楚 可能也是沒有答案 第15題 它要求那個 Average Gradient 那Average Gradient 它是等OD2 OD1 然後下面呢是Low Relative 可是這樣 那個課本裡面的題目呢 常常都67直接-9.6 那也許它這個題目它沒有講清楚 它沒有講清楚 可能要再取LOG 所以同學幫忙取LOG算算看 如果再沒有答案的話 還這一題就是 就是沒有答案 就是答案錯了 那沒關係 我們這個就不會考 第15題是這樣的 就是說 OD2-OD1 注意這個 第二個 它的 exposure 減到第一個 exposure 但是實際上公司是要再取LOG的 它題目沒有講清楚 會不會是因為要取LOG 它如果沒有的話 這題就會考慮 答案就錯了 好 那這裡呢 我們再回顧一下 非直接式的 它的度什麼 CSI 這個 考試大家都會考 非直接式的呢 點化色 然後摻雜了什麼 摻雜通常會寫這樣 摻雜一些坨 Shorium坨 然後這個直接式的呢 Amorphous Selenium 這個呢叫非結晶 非結晶 沒有 沒有形狀 Amorphous 我以為是 好像是這樣 這個沒關係 非結晶式的 C selenium C 这个C 这个C的话就是我们那个一般 影印机上面镀的也是这样 影印机上面镀的也是C 这样的话它一过去的话它就产生电荷 然后去吸附什么 吸附碳粉 那这个点化色加坨 这个加的量很少 大概只有百分之零点多 以前呢我们也都有做这个 这个 这个是大宗 后来这个呢就寄转给这个群创 那这个东西老师就特别提一下 因为前阵子刚好看到一篇报导 这个图 这个图是一个神经剧毒啊 它以前我们也是很小心 那就 因为前阵子看到 听到一个故事 这是 网路上真实的故事 就是说那个北京 北京大学化学系 有一个女学生 她长得又漂亮 然后从小又是舞蹈 舞蹈又跳得很好 然后又会拉什么琴 非常棒 在学校是很 就是一个风头 就是说很 表现各方面很好的 那个同学 她学化学系 但是有一次呢她突然间 就 就整个神经都出问题 而且脑袋呢萎缩 变成只有小学生的程度 慢慢的啦 那后来都查不出来 原来呢 虽然后来还是没有查出来 搞不好是被一些嫉妒的人跟她下毒 就是加这个图 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研究出来 这个好像曾经 好像台湾也有发生过一次 就是这个 就加到水里面 它就有一段时间以后 那就 这是一个神经剧毒啊 好 那就是 非直接式的 就是 度什么 点化色 CSI 然后 直接式的 它是度 非结晶C 那这个点化色呢 它会产生光 产生光 光呢 再用photodire 再把它变成电 光二集体 photodire 然后这个呢 非结晶C 它直接就产生电子电动队 它直接使电 那我们 紧接着我们就看这一页 就是那个DR的影像 挂数 每一个bit 它的位元深度 bit depth 深度 每一个画数呢 每一个画数它有不同的灰阶 一个影像的意思是这样 每一个画数有不同的灰阶 有些很黑 有些很白 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影像 但是这个画数呢 它到底能够表现出不同的灰阶 的徽階 能夠它的解析度 徽階到底 可以分成多少層次 如果是 兩個bit 下面是bit 這個徽階數 下面是多少位元深度 上面是徽階數 如果是兩個bit 2的二次方就是4 兩個bit 它就可以有 4個不同的變化 兩個bit 它可以有4個不同的變化 然後3個bit 2的三次方 它可以有8個徽階 不同的徽階 那如果說有8個徽階 8個bit的話 它就256個徽階 這樣大家懂吧 應該懂 如果兩個bit 你看 從最白到最黑 然後中間還有2個 它可以有4個徽階 3個bit 它有8個徽階 8個bit 256個徽階 也就是說 每一個畫素呢 每一個畫素 它到底有多少灰階 這個叫位元深度 那你如果灰階越大 灰階越多的話 它的儲存的 記憶體呢 要耗費很多記憶體 那像電腦斷層來講 電腦斷層的影響 這是每一個畫素 然後它都把它灰階 每一個畫素的灰階 如果用數字來描述的話 每一個畫素灰階是這樣 然後這些灰階呢 對照 對照就是這樣 如果是負一千的話 就是最黑 正一千就最白 其他是中間的 結果呢 我們把這個 這個數呢 對照這個灰階 畫出來影像是這樣 當然這個是錯的 這個沒辦法這樣對照 那一個 跟這個不是一致的 只是告訴我們說 那個數據 對照這個灰階出來 可以得到灰階的影像 我想這個大家應該知道吧 影像就是這樣 每一個畫素呢 都是一個值 這個值就是它什麼 灰階 那一個值呢 可以從這灰階的圖 去對照出來 到底是多黑多白 好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 位原深度跟 對比解析度 那這裡我們看一下 它的描述 如果一個影像 只有黑跟白兩種 那它對比最好 不是黑就是白 但是對比解析度最差 對比度跟對比解析度不一樣 對比很高 對比很高 就是黑跟白 但是它景色度不好 為什麼呢 只有黑跟白 你沒辦法看到很多東西啊 你唯有你的灰階越多 灰階越多 你才能夠分辨出更多的東西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很多數位影像呢 它的位原深度 就是8bit 8bit的話 它有幾個灰階 256 或者是10bit 10bit它的灰階多少 1020 或12bit 這個位原深度呢 越高 它的對比解析度越好 雖然它的對比度差 對比解析度越好 這個要知道一下 對比度跟對比解析度 是不一樣的 那一般的X光呢 它的對比結 它的灰階呢 是2的10之方 但是 那個是對電腦的 對電腦 2的10之方很好 但是我人的眼睛呢 只能夠分辨到5個bit 胃原深度只有5個bit 2的5之方 32個灰階 那1024個灰階 我們的眼睛 只能夠分辨32個灰階 那1024個灰階 是給電腦去分辨的 我們的眼睛 胃原解析度的辨識能力呢 只有多少 5個bit 32種灰階 所以 剛剛我們知道 就一個影像 就是有一個 lookup table 多少呢 去對多少的灰階 然後最後呢 就會得到 一個影像 這個就告訴我們 就是有一個 lookup table 每一個 每一個指呢 對照一個灰階 有一個 插指表 lookup table 那這個灰階的大小呢 會影響到 它的儲存記憶體的容量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 尤其 畫素越多的話 那儲存的容量要更大 這裡我們講的是 畫素而已 沒有講到 每一個畫素的灰階 我們現在是講 畫素而已 多少畫素 好 那 合一影像呢 它的畫素最少 60乘以60 好 因為它每一個 每一個畫素呢 都要用一個 PMT 光電備震管 好 所以 也空間也 比較 好 耗得比較大 然後也 就是說 價格比較貴 合一影像 那 超一波影像呢 它是要用什麼 那個 超一波震盪器 就是PCT 那個也是不容易做很小 然後也很貴 做得好也很貴 所以 超一波 128乘128 電腦斷層 過去也是一樣 沒辦法太大 256乘256 然後 實證照影呢 過去 512乘512 那 數位 摄影呢 它可以做到 1024乘1 1024 這個呢 就跟我們的 什麼 我們的 那個 早期電腦的 螢幕 一樣 1024乘1 那 CR CR的話 可以更高 當然這些 現在都 過時 這樣子 都已經有點過時了 緊接著 我們來看 這個 同學有問到 這個是我們 在我們後面的考題 會出現很多 會出現很多 考題 像這樣的 就是說 一個 數位系統 它的 空間解析度 是 3.5個 9pm 這個的話 一定 大家同學要 好好 了解 然後 要常常練習 因為這個題目呢 幾乎是 畢卡 它的 空間解析度 是 3.5L 9pm 那 它問說 它可以解析多少的物體 那我們會 一步一步慢慢來講 首先呢 它可以解析多少的物體 怎麼去算 首先要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Line pair 這個叫Line pair 兩個Line pair 這樣是一個Line pair 這樣叫一對 一個Line pair 這叫一個Line pair 一個Line pair 就是 一個圖 再加一個空間 這個叫Line pair 線對 Line pair Line pair 那這個線對呢 比說這裡有兩個線對 那這裡是多長的距離 多少公分 我們舉例來說好了 一公分 這裡如果是一公分 這裡如果是一公分 一公分 然後有兩個Line pair 這Line pair 是等二 所以它這個呢 spatial resolution 是多少呢 每公分 有兩個Line pair 就是 如果照這個圖來看的話 假定這個是一公分 那這邊是兩個Line pair 兩個線對 所以呢 就是每公分兩個Line pair 這個 這個 越小越多Line pair 表示怎樣 它解析度 越好 越小 你說mm 十個Line pair 這個解析度 非常好 通常要看 看這個Line pair 都要找幾個 眼睛很不錯的 沒有戴眼睛的 或矯正 很好的 來看 你能夠分辨 這是兩個Line pair 甚至這裡是十個Line pair 甚至這裡是十個Line pair 那你能夠分辨說 真的是十個Line pair 因為如果說畫很多的話 你可能 混在一起了 看不清楚了 那它的 能夠解析的物體大小 是這樣 就是這個 其中一個 就是它能夠解析的大小 這一個 就是它能夠解析的大小 一個 一個東西 就是它能夠解析的大小 其中一個 這個就是它能夠解析的大小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怎麼算 通常我們都把它導過來 因為它 問說 能夠解析 多小的物體 我們把它導過來 就是這樣 3.5分之1 那單位呢 是怎樣 1mm Line pair 整個把它導過來是這樣 然後 1處 3.5是多少 可能0. 0.286 大約是0.286 Line pair 好 就是說 每個 每個Line pair 每個Line pair 每個Line pair 是多少 0.286 0.286 再除以2 這裡是Line pair 除以2 就是一個 所以就等到 0.143 每個Line pair 大概以後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再看一次 就是說 這裡空間解析度是3.5Line pair 每個Line pair 那我們整個把它導數 3.5分之1 這個Line pair 導數是Line pair 每Line pair 這表示一個線對是這麼長的 寬度 那 結果 結果就等於0.286 每個Line pair 0.286 每個Line pair 0.286mm 一個Line pair 是這樣 所以 它可以解析的 就是 一半 它可以解析的 就是一個大小 就是一半 這個 先把這個觀念 稍微理解一下 然後 我們慢慢 多算幾個題目 大家就會比較有概念 這個 考試幾乎 幾乎每年都快要有 有時候不一定在器材學 這個很奇怪就是放射器材學 是一門科目 但是你考那個放射診斷學 放射診斷技術學 也會考到器材 那器材也佔了一些題目 所以 你會發現 奇怪怎麼 這一門科也會出現 放射器材學 再放射診斷技術學 放射治療技術學 都會出現 那題目都會出現 好 那這一題呢 大家 再 再 仔細看一下 他的 Special resolution 空間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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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是這樣 3.5Line pair 他要問說 最小可以解析多少 我們把導數 3.5分之1 然後 單位也是導數 LOP 結果就是0.286 每個LOP是0.286mm 每個Line pair 每一個線對是0.286 所以其中一個是多少 他最小可以分辨的大小 就是 其中這一半 0.143 大家先好好看一下 我們下一個 大家先好好把它再看一下 下一個我們就來看 一個 這個 蓋化點 蓋化點是50個μm 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假定什麼 這個是一個物體 它一個Line pair 是多少 50個μm 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假定什麼 這個是一個物體 它一個Line pair 是多少 一個蓋化點是50個μm 所以 一個Line pair 是多少 100μm 這樣有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這樣來看 這個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什麼 一個線 一個圓 所以 一個 蓋化點是50個μm 那這樣兩個 兩個就像一個Line pair 一個Line pair 就是兩個 兩個就是 100μm 對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一個蓋化點是50μm 所以 兩個蓋化點就是100μm 一個Line pair 那兩個就是相當於一個Line pair 一個線盾 好 這樣已經得到這個了 我們把這個倒過來 倒數 倒數 把它整個都倒過來 好 好 倒過來的話怎麼辦呢 好 一百分之一 我們要把這個 但是他要問什麼呢 他要問Milli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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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呢 我們先把這個是0.01 或是說10的負二次方 9倍和micrometer 然後micrometer我們要把它變成mm 要乘以10的三次方 10的三次方 9倍 等一下我們會到這裡就暫停一下 讓它好好想一下 結果這一場就是10 10來貝爾 有點看不到 把它寫過來 大家仔細看一下 結果一層的話就等10的負二次方 再等10的三次方 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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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等10的9倍 9倍 就是答案 這兩題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這兩題是相反的 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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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大小 問空間解析度 反過來 那右邊這一題呢 怎麼辦呢 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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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限對的一半 那各位呢 當然大家書裡面也有公事 等一下也會有公事 但是有時候你在背公事的時候 你可能會 會不知道怎麼去套路啊 你的觀念也要有 不要只是背公事 也要有觀念 好那這邊呢 我們再看一下這一題 大家可以練習一下 思考一下 就是說這個 CT呢 它的大小是512乘以512 FOV是30公分 求它的空間頻率 空間頻率就是空間解析度 一樣 spatial frequency 就是spatial resolution 一樣 那首先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 就是 首先我們把它畫一下 大家才會比較有概念 這是一個電腦斷層的螢幕 CD的螢幕 然後FOV指的就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FOV 我們眼睛可以看到的視野的範圍 這叫FOV FOV就是這麼大 FOV呢 總共有512個畫素 這邊有512個畫素 512乘以512 512乘以512 好沒辦法畫完 就是大概這樣 512乘以512個畫素 一個CT 螢幕 零像 他的這個 FOV FOV 指的就是最大的視野 FOV GOW FOV 這以後也要記一下 這個叫FOV GOW 然後 他這個FOV的大小是多少 30公分 那現在要求空間解析度 那空間解析度呢 就是這樣 每一個畫素的大小是 512乘以512 我們把它反過來 好 30公分呢 就是30個mm 那下面是512 好 好 單位呢 是怎樣 Pixel 每個Pixel有 30個mm 好 每個Pixel 30個mm 好 但是呢 我們不是用Pixel 啦 我們叫什麼 LinePair LinePair 所以呢 這裡要改成 256 好 30個mm 這樣的話 它的單位才會變成LinePair 的mm 好 那你把 抱歉齁 這裡應該是300 這裡應該是300mm 30公分是300mm 好 你把這個除起來呢 300除以256 1.2 大概1.2 大概是1.2吧 大概就是1.2 大約 但是它現在如果問公分 好 問公分 好 它現在 嗯 每公分 它現在問的是 每公分 多少LinePair 這個 所以這個要倒 倒過來 它現在是要問每公分 多少LinePair 所以這個要倒過來 就是最後一行 把它倒過來 1除1.2 好 然後在 1除1.2 好 那結果 就等於 公分 單位就是LinePair 1mm 好 然後就等於 0.83 LinePair 好 然後這裡如果要變成公分的話 就等於8.3 LinePair 這個大家 再好好想一下 最主要的重點是在這裡 重點是在這裡 512個畫素 30公分 所以30公分 就是300mm 把它除以512 那它的單位就是什麼 單位就是mm 每個畫素 那單位就是 每個畫素 多少mm 那如果要變成LinePair的話 變成LinePair 那512就要變成256 好 這個題目呢 我們慢慢會再一直 下次呢 下次呢 會 還有一些 其他題目 會讓我們來練習 包括記憶體的部分 那我今天可能就先到這裡 那個 講義後面的 那個 測驗體 大家過去 可以先看一下 大概也差不多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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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